這一集我們來談天機 帶大家在一個學理的基礎上架構起正確的觀念 往後再來疊加其他的相義時 就可以自行推論出正確的答案 希望今天的內容可以啟發大家 不論是用神 命功 或是命盤中 與天機有關的功位 彼此都有相關的現象 歡迎在留言處 與我們分享與討論 廢話不多說 現在就開始來洩漏 喔不是進入今天的故事囉 江太公釣魚 風神榜的人物中 天機星的代表就是江子牙 也就是我們熟知的江太公 在風神演義中 江上是一個仙人 可以為普仙之 在七十幾歲時 奉原始天尊之命下山 輔助周朝 取代商朝 進行風神的計劃 江上在河邊釣魚時遇見雞昌 兩人相談勝歡 之後江上便輔佐文王 文王死後江上繼續輔佐文王的兒子 武王激發 率兵討伐商朝 斬殺打擊 讓武王一統江山 故事中江子牙代表的就是 謀臣與軍師的身份 結合大家一起對抗咒王 我們說 打虎也需親兄弟 因此 天機星也有兄弟 謀臣 智者 甚至是求道等等的相義 兄弟星 北派來說 天機的相義是透過在 陡數原始盤的說法而來的 紫微步行時的第二顆星 所以天機就是紫微的兄弟 天機也繼承了 與兄弟有關所有的概念 例如說 我們平時談兄弟公時 會說與我們有血緣的為兄弟 美血緣的為朋友 在公衛的說法 還有本隊與遠近之分 長期觀看我們頻道的朋友 應該都是瞄懂的 我就不解釋了 以往我們都是習慣以公衛概念來討論兄弟 這一次我們換個角度 脫離公衛的限制 直接用星辰討論兄弟 直接看天機 兄弟既然講的是手足與朋友 也講一生中的人際關係 一切與人有關的事 都與這顆星脫離不了關係 公衛與心塵 假使我的天機在命攻 就是我有兄弟 代表了我有兄弟姐妹 也代表我喜歡與朋友一起 跟兄弟的關係很緊密 但這個緊密並沒有說是好或壞 而是講命主 不論做什麼事 都要靠兄弟 熱打架的話 也一定是打群架 通常不為一個人 單獨應戰 這樣的人 生活上的口頭禪 也常會說 我覺得你做那件事不好 某某人也是這麼認為的 這種不管做什麼事 都要拉別人來替自己站台 肯定自己的說法 也就是 命攻 兄弟攻 奴仆 有天機的現象 若是兄弟在兄弟攻 可以說我有聰明的兄弟 邏輯分析強 很理智 常常幫助我 此時的邏輯是基於 天機本來就是兄弟組 又落在兄弟攻 因此能夠大大提升 兄弟對我的幫助 此時的我就是 只為 兄弟與我的關係很好 若遇到格局差的 就變成 黑社會老大也不可能 所以 天機心 也可以稱為 江湖心 再往下說 天機在夫妻公時 所代表的兄弟 是要怎麼解釋呢 我的另一半 腦袋很好 這是天機的特質 我跟夫妻是從 朋友時代就認識的 也可以說是 班對 或是透過戀愛 交往 而在一起的 所以可以先當朋友 而後結婚 還有夫妻自己的娘家 也一定會有兄弟 不是獨生子 或是獨生女 這些都是透過 兄弟的相義 推理而來的 此外 北派的前提下 一定要考慮 四話才行 這才算是有了職 所以有了職的天機 就是男心 此時我是男心 而夫妻公又有男心 夫妻公 講的是我本人 在感情世界里 我就是天機的特質 滿腦子一直轉 怎麼追女朋友 怎麼討女生歡心等等 這些都是天機在夫妻公的現象 然而 夫妻公 與命公的關係 要是 一陰 一陽 才能成為 一對男女 所以 當我是男命 而夫妻公 又是天機男心 這代表了 命主本人 很重視感情 心思 都花費在 感情上 又由於 夫官一線的原因 重感情 自然就親 官路 因此 容易導致 工作 不專心 或是 沒把重心 放在工作上 若我是女命 則 命公 與夫妻公的天機 配成了一對男女 就可以討論夫妻之間的關係了 其他的公位也是類似的用法 礙於時間因素 Simon老師就不在這裡 一一講解了 畫器為智 常常聽到學斗數的朋友 把天機心 畫器為善 與畫器為智 掛在嘴邊 那麼畫器為善 畫器為智 又是指什麼呢 一般認為 天機的畫器為智 與我們所說的 天機不可泄漏 是有關聯的 以往大多數的人 不明就理的 都誤以為 智就是指智慧 所以天機很聰明 有智慧 這其實是過於簡化 而容易導致 錯誤的判斷 事實上 這樣的理解 是不夠的 所謂的智 在文字學的角度來說 就是 智 與 日 所組成 古代的聖人 從觀察日出 與日落 得到 宇宙循環的知識 這些人 就叫智者 這個智者的概念 就是 天機 而天機 不可泄漏這句話 大家都會覺得 很神秘 好像有什麼秘密 不能說出來的意思 而真實的情況 則是從中 找到一個 規律 在解釋 原理而已 天機本身 就是透過 自身學習後 再將知識 傳遞出來 在明智未開的年代中 沒有像 現代科學 與知識的普及 有許多事 是當時的人 無法 想像 與理解的 因而 會用 天機 不可泄漏 來 一語帶過 增添了許多 神秘感 天機心 擅長把 未知 變成 已知的過程 就是智的原始意義 智與天機的關係來說 解釋了天機善於邏輯分析思考 從觀察人的行為 或是宇宙的規律 而得到了智 智本身只是一套邏輯判斷的標準 甚至是一個框架 如同得到一個數學的公式 畫氣為善 天機畫氣為善 善 在另一層的含義就是 鑽善 對於什麼事 都很容易 學會 很拿手 掌握到重點 若工作中 有個流程 需要五個步驟 才能完成的事 天機的人 就會用 自己認為的方式 改良到 更少的步驟完成 若這些步驟 本來就需要調整 這也算是個好事 若是這些步驟 就是必備的過程時 立馬就成了偷工減料 從這個角度來說 天機 就是談這些屬性或是特質 而不以好壞的分別來討論 再回到天機的善 可以稱為與人為善 兄弟心 喜歡兄弟 做什麼都要靠兄弟 所以也擅長與兄弟合作 展現在另一面向時 則有 比較心 與競爭心 會把兄弟視為對手 故天機有競爭的意思 容易在心中盤算 計劃 對自己有利的角度 思考問題 好的時候會覺得這個天機 對我 真的很好 不好的時候 然後就一腳踢開 標準的人前手牽手 背後下毒手 五行為乙目 天機是 陡數星成中的 第二顆星 星序是2 定義時 已經代表了 先要有1 才會輪到2的出現 因此 天生 成不了第1 是老二哲學的 奉行者 北派有句話 單向不成物 雙向成物對 天機代表天干 乙目 也代表了做任何事 都要與人競爭 與比較 才有雙向的對待 從乙目的角度來說 乙目是花草植物 代表了野草 或是攀藤木 藤蔓 切牛花類的植物 乙目個性 鮮細柔軟 善於忍耐 有偏執的傾向 也有極強的容忍力 和 辨通力 乙目最重要的是 有一塊 可以盤根的泥土 有水 有太陽 便可以生得 非常好 因此 代表太陽的 冰火 以及 代表 雨露的 癸水 都是乙目 最喜愛的 五行天干 即便是 懸來 十縫中的 小花 或是 荷塘中 漂浮不定的水草 都無畏於 環境的 險惡 具有求生的特性 乙目的天璣 無論生活 多麼艱難 都能 熬過人生的困境 就好像 好死不如賴活 或是 打不死的 小牆 一樣 天璣的 四化 陸際 炎物質 全科 重精神 在北派斗樹 四化里的 天璣 同時 具備了 露 全 科 技 四種能量 而四種能量 都有的天璣 談的就是 人與人之間的各種對待 從指揮的角度來談人 就是 生而為人 與自我實現 天璣的角度 講的則是 我與其他人有關的所有事 其中也包含了各種的 是非 從四化的角度 機會都是來自於木的能量 因此 可以理解為 天璣可以得到朋友的幫助 而獲得更多的機會 或是可以與朋友合夥 創業 和兄弟 是與文職 任何時間 都喜歡 變來 動去的 無法停止 這樣的相義 聯想 延伸在人身上時 可以理解為 行動不便 或是 想法受阻 腦袋卡住了 若是在論斷 疾病時 容易有用腦過度 和鑽牛角尖的特質 也有老人痴呆的相義 動腦時間 學習了排名第2的天璣星 我們來試試看 今天的內容究竟到底學會了多少呢 題目1 哪一個不是天璣星的特質 A 兄弟主 與人際關係有關的星辰 B 不喜歡動腦筋 自我觀念強 C 天璣為乙目 如花草藤蔓 D 天璣星 擁有 露泉科技 的四話 答案是 B 不喜歡動腦筋 自我觀念強 這個答案是 錯的 天璣四個隨時 都在想東想西的星辰 也是動腥 不耐盡 自我觀念強 則是在敘述 紫微心 題目2 可以解釋天璣特質的形容 哪一個是錯的呢 A 江湖心 B 教化心 C 博愛心 D 兄弟心 答案是 C 博愛心 與博愛有關的是下一集要講解的太陽 答錯的朋友可以再重看一次 題目3 以下哪一個不屬於乙目的特質呢 A 喜歡站在巨人的肩膀 B 與人競爭 C 原始森林 D 能屈能伸 正確的答案是 C 因為原始森林是屬於甲木的特質 答對的朋友 很顯然你已經學會了這一堂課 要教你們的內容了 總結 今天的節目先談到這裡 在未來的節目裡 我們會繼續用這種方式來介紹新城的故事 大家放輕鬆 三門老師想要用另一種不同於以往的方式來帶領大家重新認識這些新城 或許有些朋友今天才第一次認識天積星 而有些朋友則是學習斗數已久 這都沒有關係 新城是北派斗數中 公 新 像 的一部分 我們都是從這些角度來解釋的 這樣 就不再是我們原先知道的刻板印象 而是以更融入我們生活的方式 來了解這些有趣的新城 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期待我們下週的太陽星吧 拜拜